During my interview with this girl, shocks us Oh, it's so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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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I was just interviewing the girl And then the miners literally took her away from us The man pushes the girl and her family away Then leader leaves them alone But her interviews in the market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看到了美國CNN的記者 在春節期間走訪中國訪問的影片 他們拍攝過程中受到非常多的黑衣人 這個黑衣人是什麼身分 等一下大家可以猜測一下 受到這些黑衣人的阻覽以及跟蹤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些片段 People live in this village 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y've lived in these traditional wooden houses Almost everyone I speak to on camera says No one around them has gotten COVID The man in the brown jacket with his back turned Is a doctor at a hospital in a nearby city He says almost all of the villagers have been infected 反正跟他們感冒差不多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這個記者 是來到中國的貴州的一個小村莊去 走訪去採訪 總共食堂大概九分多鐘 裡面也有在講一些他們當地的一些習俗 後面還有在穿這個傳統服飾 看起來一個非常正常的影片 而且也會去揭露 當地到底有存在些什麼問題 這個在任何國家來說都非常正常 包括像Discovery啊 他訪問過台灣、訪問過日本 然後也會順便去講一下日本跟台灣 現在社會正在面臨什麼問題 這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在中國哎 不行 只能正能量、只能棒、只能讚 我們接著看下去 所以我們有三個政府人 在追蹤我們 你們可能覺得是路人對不對 接著看 A group of six government minders greeted us the moment we arrived in the village It's common for local officials to keep a close eye on foreign journalist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But they were especially persistent in this village following our every move 找到哪裡跟到哪裡 說是路人 說是剛好來這邊旅遊的 有點太誇張了吧 而且我們人應該都會有那種第六感 有一個人明顯跟著你一段時間 或是一直盯著你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那種感覺 除非你們特別的反應遲鈍 但通常都會有那種感覺 剛好攝影機又拍得到這些人 都跟在旁邊 而且都是一樣的人 如果你們還喜地說是這個旅客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接著看 這邊我有稍微做一些剪輯啦 因為採訪醫院那段有點太長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那個網站看原版的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正在追蹤 似乎是一種不同的隊伍 你看 你看這個 這個 很明顯 他們追蹤我們到醫院後 醫院後 避免所有人跟我們討論 美國記者他們的工作是採訪這裡 這些人的工作是來旅遊這些美國人 美國記者到哪裡 他們跟著旅遊到哪裡 是這樣嗎 在洗啊 旅客還可以跟你從醫院跟你跟到別的村子 然後剛好又跟在你旁邊 我去哪裡都跟著 我們跑進去 車裡面穿進去 一直都在跟著我們 然後 就是為什麼 你現在接電話嗎 他在走路 你好 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我給你們提供一瓶水吧 我給你一瓶水吧 那為什麼要對一個人 如果你真的只是旅客的話 你幹嘛要說我給你一瓶水 你明明就知道 你一直在跟著人家 不要 我就要問你幾個問題 就是你們為什麼在跟著我們 可以幫我了解一下嗎 然後什麼事情 我跟著這女的在跟著我 這女的在跟著我們 驚訝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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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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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些人 走路 走路 這女的在跟著她 走路 走路 但她的在跟著 這些影片在我頻道做的這三年以來 我看了非常多 這是常規操作 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節慶 或是一些所謂敏感地區 你又剛好是外國記者的身份的話 都會指派這種黑衣公安 來監視來跟蹤 連你們自己國內的記者 當初八海鐵鍊女 還有唐山燒烤店 有外省的記者過來 都被你們驅離跟肩 而且你們做法更慘 帶去警局獨打一頓 因為她是中國人 所以你可以這麼做 那外國記者 她是美國護照 所以你不能對她這麼做 你這麼做了 就有外交事件了 對嗎? 不只對外國人這麼做 對中國人打得更慘 前幾年在北京有個女生 她講參選人大 那她也是合法登記參選 這也是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律憲法上寫 結果呢 BBC記者去採訪 受到百般的刁難她 她上街去講她的政治理念 跟這個當選後 會承諾選民 會做些什麼服務 完全都被驅離 那這個在民主國家不是很正常啦 你上街去拜票 然後說 你要投我 我會給你們做一些什麼政績 我不管她是不是在作秀啦 這是每個人的合法權益 對嗎? 而且這是你們憲法自己寫的耶 怎麼到她這邊又變不合法了? 所以你拜託不要再用這個 喔 中國法律就寫啦 什麼 做什麼事情 判得很嚴重啊 中國法律好棒啊 笑話啦 寫給小粉紅看的啦 寫給外國人看的啦 寫給你們那些 不懂中國的法律是領導看法的那些人看的啦 欸 搬出一個百科全書 中國法律 你看中國法律寫了 可以合法上街遊行 來 退給我上街一次 但是不要再用民主國家的思維去看中共了齁 一堆小粉紅當初在護航什麼 說外國記者請的那些黑衣人 去阻擋了 都是演員 請問一下 事隔六年後的今天 美國的CNN 是不是也找演員來 假裝是中國的公安 或是中國的黑衣人 阻擋他們 去跟蹤他們 營造一種 中國會去監視別人的感覺 你們小粉紅要確定 中國不存在這樣的事情 你們要確定耶 問問河南村鎮銀行那些被便衣打的那些人齁 是不是也找美國或是英國的記者 他們請了演員 然後來打他們 河南村鎮銀行 至今部分還有人在維權耶 都已經1月了耶 給你們看一些證據 連你們自己中國人去維權上訪 都會被這種便衣公安給跟蹤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現在出來遛彎來了 看 又跑 又跑 你看公安的制服都出來了 看 車跟著 這兒 這兒 這兒哈 政府拆了我的房子 不夠安置 還老打壓我 我現在 出來662 這麼多人 違法監視 這個在民主國家 這種跟蹤 是犯法的 我們台灣 最近才過那個法律什麼 跟蹤騷擾法什麼的 你不要以為你跟著別人 然後沒有碰別人 就不犯法 你們政府人員 公然帶頭這樣做 荒謬 那你跟著他的目的是什麼 來一個證據可能還不夠啦 我們直接找一個 更誇張的證據齁 多有的 這都是 這都不是上訪的 這都是 管上訪的人 看在這兒做的 結訪真多 你看全是結訪的 結訪的比上訪的人要多多了 以後 你回家多有錢 安藏到樹後 看見沒有 這就是政府官員 出了結訪 所以你說這些都是台灣在造假嗎 剛剛那些口音都是台灣人的口音 然後去模仿嗎 那些街頭場景都是台灣的某些街道嗎 美國跟英國的記者去請的 對嗎 那很好嘛 拜託你們小粉紅 把我們剛剛影片 從美國記者到英國BBC 再到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上訪的那些影片 把他們的臉全部截圖 截圖 然後去你們家附近公安局報案 或是你們現在的這個 上網就可以去這個中共網信辦 去舉報他們 這種抹黑祖國的行為 把他們去舉報 我偉大民主自由的大中國 可不存在這種操作呢 麻煩你們去舉報這些 並且關注你們這個舉報跟報案 多久會給你們立案 多久內 會給你解決 會給你答案 會給你承報一下 你不要跟我那邊鬼神什麼 有的沒的喔 我連在西門町 撿到一個錢包送去警局 過兩個禮拜之後 警局還會寄信跟我說 欸那個人已經來領回他的錢包了 連這種小到這種事 他警察都會跟我講 你不要跟我說 你去舉報那種國家大事 他不會跟你講齁 最好在 人民日報跟央視報導一下 歐美這種劣質的行徑 竟然派人去阻擋普通中國民眾上訪 我笑你不敢嗎 所以可見你們明知道 這是中國政府的做法 當然啦你們現在被我揭穿了 你們前面講的那些藉口被我打臉了 你們一定現在又會轉風向說 那是中共派人去監視的 避免外國記者啊 請演員造謠 或是這個抹黑祖國 誘導那些受訪者 講出一些抹黑祖國的話 那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造假 人家BBC跟美國NCC的這些記者 在自己國家也會做相同的事情 請問他們是不是也會被美國政府跟監 那為什麼人家美國政府不怕 你中國政府要怕呢 你很脆弱嗎 中國網信辦上個禮拜說什麼 春節期間賣產哭窮討薪破產 你說出來了 在網路上散播了 通通都是不實言論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中國的那些海外媒體也好啊 或是抖音網紅也好啊 在歐美拍攝那些街坊影片的時候 然後這個問歐美人滿不滿意自家政府 當然歐美人有什麼不滿就罵出來 台灣人也是有什麼不滿就罵出來 但是你們最後面都要再讚揚一番中國政府 那請問這些是否歐美政府也要派人去學你們 中國政府跟兼這些抖音網紅 這些中國大外宣人家沒有嘛 所以其實你們明明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你們就愛嘴硬 因為你們極度自卑 昨天看了一些影片 有些粉紅看完滿江紅跟流浪地球2 開始在電影院內大吼大叫 啊中國牛逼啦 那些影片我昨天有做過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齁 說回來自己的靠外面 牛逼 我誰 前一兩年有一個中國女生 在法國看到中國制還有中國銀行 她也感動到哭了 這種東西可以感動到哭 看個電影都可以覺得中國牛逼了 你有看過美國人看完阿凡達在美國電影院痛哭流定 美國 美國牛逼了 阿滿江紅這部電影還有另外一個插曲啦 宋國康經過我好偉大復興 結果我自己才是電影裡面描述驚人的後代 這段歷史還有所謂的中華民族跟大一統的架構 我會專門放會員影片來講解 那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